我们讲inner product 就是我们的内计 还有证交性 Orthogonality 内极与证交性 这一部分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计算 还有一系列很多的定义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 inner product 就是内计 什么是内计呢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向量 我们做内计 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样计算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x1y1加上x2y2 加到xn乘上yn 其中x是等于我们是它的分量是x1到xn 而y它的分量是y1到yn 就是对应的位置相乘 然后再把它全部加起来 那这个内计在我们用我们先行代数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矩阵的乘法 把它写出来 我们看这是x1y1 x1乘上y1 x2乘上y2 相当于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x打横了 就是写成它的transpose 然后再乘上y 那我们看是不是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 x1x2 这是xn乘上这是y1到yn 那么用矩阵的乘法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在微积分里面 就二维的和三维的这个向量的累积 我们都已经做过的 只是现在推广到n维中结区 它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计算是一样的 我们对应位置上的这个元素相乘 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乘的相加起来 这是它的累积的定义 那么有了累积的定义 当然我们要计算累积的话 我们直接去计算 直接用这个式子去算就是了 那有了累积的定义 我们就有证交性的定义 Orthogunality Orthogunality是什么呢 如果说X和Y做累积等于0的话 我们说X和Y是正交的 我们说这两个vector是正交的 这就是一个定义 那这是两个向量 它们之间是正交的一个定义 那么如果是一系列的vector 我们v1到vp 我们还是用n来表示吧 如果这是一个set 如果这是一个set vectorset vI它 当然说我们Orthogunality 有时候我们继承X这个是垂直 垂直于Y 那么如果XI垂直于J 对所有的 I如果不等于J来说 那我们就说这个vectorset 是Orthogunality Orthogunality 这是一个Orthogunality 所有的相互之间都是正交的 那么这是Orthogunality 就是一个正交集 那这既然是正交集 那我们知道 它们如果既然是正交集的话 那它们相互之间一定是linearly independent 也就是它们之间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既然是线性无关的 它就有可能是一个空间的basis 就是一个空间的集 如果我们假设说一个空间 一个vectorspace 它是 这些 这些vector 所张成的 而且它们本身 都是Orthogunality 那我们就说这个是 v1到vn 这是Orthogunality 这是Orthogunality 的定义 如果一个空间的basis 它们之间是正交的 那我们就说它是 它是一个正交集 正交集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 如果说是 v1到vn是一个正交集 那么对于所有的 对所有的x属于这个来说的话 x都可以表示成什么样呢 x都可以表示成a1v1加上a2v2加到anvn 而这些a ai这些a1我们就说a1吧 那么它们就有一个具体的表达式 这些具体的表达式就是什么呢 a1是我们的x跟这个v1做dotproduct 然后除以v1 这个长度我们得要稍微讲一下 然后v1 a2a2是等于x.v2除以v2的长度的平方 aN是等于x.vn除以vn就是长度的平方 那么这个长度我们叫做lens 我这写不下 lens 一个vector的lens 就是它 跟它自己做自己做类集 然后再开根号 这是orthogonal basis 它就有这么一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它是orthogonal的话 那它任何一个向量做 它是这些bases的这些线形组合 那它的系数都是一定的 我们可以直接算得出来 那对orthogonal basis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orthogonal basis 叫做orthogonal basis 叫做orthogonal basis 就是我们标准正教级 或者是规范正教级 就是如果说是v1它们本身是bases 本身是orthogonal basis 而且它的每一个vector的长度 每一个vector的长度正好是1 这是orthogonal basis orthogonal basis 那对orthogonal basis 它们空间中的每一个向量的表达式 那就更简单了 那就是如果x属于w 那我们说这是serum2 x属于w的 v1到vn是orthogonal basis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x x可以表示成这个basis的线形组合 a1v1 不是 那是a1v1 加a2v2 加到anvn 这个不是vector 而且 而且那么 而且这个a1 是就是我们的x.v1 a2就是x.v2 an是等于x.vn 它就不需要起 因为这里 它就没有分母那一下了 我们直接求它们之间的内积 就得到它的系数 那因为我们这里的v1vn 它们的长度都是1 所以在第四个这个里面 那么所有v1vn到vn 它的长度都是1 所以没有分母那一下 这是对orthogonal basis来讲 最简单的一种 最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rn中间 我们所有的这个canonical basis 或者是标准证交机 100、010和001 它们都是orthogonal basis 所以我们xy就可以写成x乘上11 那例如说在r2 我们知道10 这是11 这是12 等于01 那么所有的xy 就可以写成这是x乘上11 加上y乘上12 是因为这个我们跟 是因为x y如果.110就等于x 而xy.12 这是01就等于y 这是orthogonal basis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autogonal basis 它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 项链有些特别简单的表示式 那有了这些定义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 叫做projection theory 这是我们这一章里第一个比较比较重要的定理 就是对y 如果是属于rn 而且 而且 w 是 subspace or rn w 是一个 span 它的basis是u1,u2到up 那么就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rn中间的一个vector都可以分解成 好,我们写成向量的形式 都可以分解成两个向量之和 这两个向量呢,其中一个是属于w的 另外一部分是属于w的垂直的部分 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嘛 r3中间 那么r2是r3的一个subspace 那么我们r3中间的任何一个向量 可以分解成xoy平面上的一个vector 再加上z平面上的一个vector 我们可以看,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 那么这个vector 我们可以是写成这个vector 再加上这个vector 这个平面上的这个vector 就是我们的戴帽子的y 而上面这个就是z 三维空间 那么二维空间可以看到三维空间的一个subspace 那这个y帽子 戴帽子这个y就是我们平面上的 就是这个subspace里面的vector 而z就是我们垂直的部分 第三个分量上的 这就是在三维空间中是这样的表示的 这个 这个是垂直 是垂直空间 也就是说 这个空间上的所有的vector都垂直于w 而且这个平面上的这个vector都可以写得出来 是什么呢 是y.u1除以u1 这个磨长的平方 加上u1 而乘上u1 这前面这是一个数 因为这类集是一个数 然后下面长度也是一个数 这是y乘上.u2 这是u2的磨长的平方 再乘上u2 再加到y.up 这是up的长度的平方 再乘上up 已经有点像 当然我们这里要求 u1到up是Orthogonal的 我们别忘了这一点 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y本身的xrepresentation 在这个平面 在这个w这个space里面的一个 那个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是projection theorem 那这里还有几个 这个 theorem能够说明的是什么呢 说明的这个y y这个vector是最接近的 最接近我们y的一个vector 最接近y的vector 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最接近它的vector 我们说一些距离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它做垂直 这个是y 那么你其他的其他的vector 跟它的长跟它之间的这个距离 一定是 一定是 比这个远 当然是距离是什么呢 两个vector的距离 两个vector之间的距离是我们的vector相减 然后再去它的它们的摩长 这是distance 因为我们摩长就是向量的长度嘛 那么把两个向量相减 我们知道在几何里面 我们两个向量 两个向量相加 这两个向量相加 就是我们用三角形的话 就是这个向量 这是a 这是b 这是a加b 那么相减的话 如果是这个减这个 就得到这个 就得到这个嘛 那 两个向量相减 就是再去摩长 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嘛 那么这个减这个是这个 那么这个的长度 是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这是projection theory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我们可以先把它的projection 把那个部分写出来 当然有时候我们把这个Y接帽子 可以写成这是projection 这是Y到W上的projection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如果W是spin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projection下来的 是隔我们这个点最近的 这是251和-211 那我们找出第一个是find theclos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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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w 去 到另外一个 第一个是到Y等于231 第二个我们是找出distance y 那么既然 既然这个 Y是closest vector to 这个 那么其实这个距离 那我们就知道 从这个Y到这个 到这个W的距离 就是Y减去这个 Y减去这个Y接帽子 那也就是说 这个距离 一个 一个vector到另外一个空间的距离 我们找 我们是说 是这个vector到这个空间 的所有的这点的距离的最小的 最小的那个 也就是说 Y到W的话 它是等于 实际上是等于我们这个Z的 模长 Z的模长 Z就是我们的 Y减商 Y件帽子的模长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 projection theorem 我们来计算 那我们先 先确定一下 这两个vector 它们之间 是不是 orthogonal 的 那我们又知道 251 我们DOT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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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那我们等于-4 加上5 减上1 这个等于0 嘛 所以这个两个是 25-1和-2 1 1 是orthogonal的 这是orthogonal的 orthogonal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projection Y到W的 那我们就是说 Y.V1 除以V1 磨长的平方 再乘上V1 加上Y.V2 这是V2 磨长的平方 再乘上V2 如果我们把 第一个记作V1 第二个记作V2 的话 那么Y.V1 这是231 我们是231.25-1 除以25-1 这个 磨长的平方 再乘上25-1 再加上 这是-211.231 因为我们的inner product 我们可以 顺序无所谓 他们得出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211 这个的磨长的平方 再乘上-211 那结果呢 231 那么4 加15 再减1 这是8 25-1 25-1 的磨长的平方 那么是2加 4加上25 再加1 30 这是30 25-1 再加上 那我们这里是-4加3 那我们这里是-4加3 -4加3加1 那么这是0了 所以是等于-5分之3 这是2-5-1 所以等于-5分之3 所以等于-5分之4 3-5分之3 好 那这是我们在-5分之3 那这是我们在-5分之3 -5分之3 那这是我们在-5分之3 那第一部分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5分之4 那就是这个 Z 就等于这个 Y 减上 Y 这个 Z 帽子的磨成 我们先把它相减 是 2 3 1 减去 这是五分之四 3 负的五分之三 我们减下来 二十五分之六 第一个是五分之六 第二个 3 减3 等于 0 1 减 1 减上负五分之三那是五分之八 我们再取磨成 就等于根号 二十六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后面这个是二十五分之六十四 等于 根号下 这是一百除一二十五 等于二 那这就等于二 所以它的它的这个距离是二 而它最短 我们最近的点是 五分之四 三 负五分之三 这是我们 projection 定理 好 那剩下的后面的部分我们另外再讲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